好 原本呢 大家都觉得说 欧美国家以为说最快要8到10年 才能够打破半导体的技术封锁 结果没有想到华为只花了3年多 好 现在呢 华为将要推出这个新麒麟处理器 就会搭载到新A系列跟麦芒系列上 到时候包含了苹果高通跟美国的科技公司 都会受到巨大威胁 当然就在此刻 苹果爆出一个罕见的危机了 因为传出高层已经下令工程师们 先专注解决iOS17的漏洞 要暂缓开发 明年包含了iPhone跟iPad 还有Mac新软体功能 好 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现在 软体的漏洞还有bug太多了 其实苹果每年都在推新机 也在推新的这个更新软体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只是暂时的现象 就是它只要把这个目前的bug解决 它应该后面会加速的研发 因为不然的话 你想想看假设 第二 第一个到明年又到9月了 然后没有推出新机 你觉得果粉受得了吗 完了 那对苹果的股价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他们应该不会愿意这种事情发生 他们一定会加紧赶工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百度为什么要去向华为去买这个晶片 其实理由很简单 今天已经有消息了 就是美国要进一步封锁 就是包括一些就是成熟制程的 USMO的一些相关的机器 它也不让你出过到中国大陆去 它就是要加紧一步来封锁 那他们业界其实早就知道 美国一定会这样做了 所以他早就知道你要开始去 想办法自己要生产 然后向自己的国产厂商采购 因为未来你都会全部被封锁住 因为华为当年那个教训 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华为本来已经快要追上苹果 然后结果呢就被美国一个制裁 硬生生就倒下来 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重新又再回来 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话 你说现在前五名有三个是中国平台 我跟你保证现在 如果华为没有被制裁一定是四个 不知道苹果跟三星哪个被挤下去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一个摆在眼前的事实 美国不可能让中国大陆持续这样发展 所以他一定会加紧整个制裁的过程 那当然接下来的制裁手段 对美国自己的厂商 包括挥达包括这些东西 也会有受到损伤 因为他们过去为什么不这样做 是因为他们觉得 中国技术没有赶得这么快 所以我不需要弄这种欺伤权 你受伤我也受伤 那但是现在他们发觉 中国大陆的那个赶攻的速度 实在太快 追赶的脚步太迅速 所以不得不祭出这样的东西 看是不是能够再把中国大陆 要追上时间拉长 那当然这就是一个赛跑 看谁先能够突破封锁 还是中国大陆就此被压死 所以我认为未来的十年 对中国大陆来讲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 如果说他能够真的从头 把这一些包括光刻机 包括这些相关的技术 一个一个自己都发展出来 而且能够进展到 非常成熟的运用的话 那未来他就是潜龙升天 你知道就飞龙载天了 美国就完全制裁不了他 遏制不了他 但如果说他没有办法突破 因为有的东西也很难讲 你也不是一定能够突破得成的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突破的话 那美国就会继续拿这个 去压制中国大陆科技的发展 所以我个人认为 未来几年绝对是一个关键时期 大倩哥 可是大家都说这个MAT60系列 只是一个开始了 接下来包含所谓这个新的 这个麒麟处理器 可能就会冲击到美国很多高科技公司了 当然啊 就是说这个拜登的这个相关的 这个对中国大陆科技围堵的 这些法案跟作为 其实伤害最大的 当然中国大陆会受到一部分的冲击 可是事实上是美国的业界 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包含被迫要跟着这个 美国要同步采取行动的 这些相关的国际大厂 他们的影响都会非常的大 因为其实中国大陆算是 这个现在的晶片产业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 而且说直白一点 大家如果熟悉 现在晶片产业就知道 现在晶片产业已经到了一个 供过于求的状况了 所以很多家的这个库存量都很大 那么中国大陆大概占了 美国的晶片这些公司 出口市场的比重 都是在两成到三成之间 那么你想想看 一旦一个公司忽然少掉了 30%的市场 这个营收额少掉了30% 营业额 那对这个公司的这个收入来说 对这个公司的整个 整体的财报来说 都是造成非常大的冲击跟影响 但是美国持续的对中国大陆 进行这个掐脖子的动作 而且持续的收拢 完全没有手软 就是说大家以为说 这个看起来 你想在iPEC跟这个习近平碰个面 至少你会这个稍微放松一点点吧 没有 他持续的加大他的压力 甚至他对于中国大陆 AI产业的发展是非常忌惮的 就是说中国大陆 如果大家熟悉AI的朋友 仔细看一下中国大陆的 这些AI产品跟应用的话 不难发现 其实中国大陆在AI的 这个相关的应用 不管是商业模式 或者是军事用途 都已经到非常成熟的阶段了 这是美国高度担忧 跟警戒的地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他现在下令说连NVIDIA 所有跟AI有关的晶片 都不准卖到中国大陆去 所以才会大家为什么这么关切说百度转向 这个转向这个华为来下订单 因为百度其实在AI的发展上 如果熟悉AI的朋友就知道 百度的文心意言 他号称跟Chap GPT-4 Chap GP5 可以有这个一拼的这个高下的这个实力 那么所以他们当然需要更多的AI晶片 可是在现在被封锁的情况之下 他们当然只能够转为跟中国大陆自己国内生产的 这些业界的来取得 那么我会认为说 当然美国对中国大陆现在的晶片封锁 它对中国大陆是一个短空长多的局面 所谓短空长多就是说 短时间可能会因为没有办法顺利取得晶片 而会造成产业发展的一些压力跟一些障碍 可是为什么我说长多的原因是因为 当美国用这样的压力来封锁中国大陆的时候 你就是逼着中国大陆一条龙自己完成就对了 那说实话 晶片制造从设计生产制作 也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也没这么难 那你说假以时日中国大陆一定做得到的 所以当中国大陆可以有一条龙式的晶片生产的时候 最后中国大陆就是摆脱掉美国跟其他国家 所能够对它造成的威胁跟束缚了 所以这就是回到我刚才讲的 现在外界看到说 哇习近平跟拜登马上就要会面了 好像看起来要会面了 这一点意义都没有 就习近平又不傻 他难道没有看到拜登现在正在掐他的脖子吗 他难道没有看到美国商务部 现在对中国大陆所有的相关封锁都没有松手吗 他一点都不傻 所以这样的会面 坦白说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的 就在美国没有放弃跟中国大陆争霸 美国没有放弃围堵 孤立打压中国大陆的这些具体行动之前 不要说会一次了 每天见面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确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在身体浑 sea 超快点购 arrest